即使新闻综合报道,在拥塞的高速公路上,准备下交流道的车辆都正乖乖地排队,但其中一台深色轿车的驾驶不知道是为了赶时间,或者是单纯不想排队,竟然将车开上了扎道上的曹化线。 网友在脸书抱怨公社发表一段影片,并指示发地点是在彰化的交流道上,当时虽然有许多车辆在排队等住下交流道,但却有一台深色轿车违规开到曹化线上并不断超车。 原PO在文中也讽刺违规的车主这样开比较不灾吗? 对此网友纷纷建议PO文者检举该辆轿车,有网友表示到处都是行车记录器,称为规车辆简直不怕死,也有网友开玩笑称,该车辆是行驶在VIP专用道上,甚至有人直接建议分不同时间检举,让他跑间里站去申诉重复开单吧。 一般扎到出入口都有画设三角形的白色横线区域,称为曹化线,它的功能是避免车辆碰撞。 根据规定,在国道上跨越曹化线可依法开出3000元的罚单。 根据规定,在国道上跨越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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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